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台北銀行最早發行的熱透財 俗稱小熱透 他的玩法是四二選 購買者從一號到四十二號抽六個人 那如果開出來的話 六個人全中 那就中頭獎 那那個機率我叫R 他說台北銀行層考慮發行三九選五 三九選五就是 由一號到三十九號抽五個 如果全對的話 那中頭獎 那機率是小R 那他問 小R比大R的機率多少 我們這大R的多少 大R的話 你四十二的話選六 他的方法數是 四十二選六 那全 就是說 全財重 全對的話 那種情況只有一種 那小的呢 三十九個抽五個 抽五個 那中獎的 那就是 全部要一樣 全部要一樣都只有一種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小R 大R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三十九取五 分之四十二取五 這個 把他算一下的話 這個多少呢 是四十二 乘以四十一 乘以四十 乘以四十 乘以三十九 一二三四 五 六 那數以多少 那數以多少 六乘五 乘以四 乘以四 乘以三 乘以一 那就是 三九 乘以 三八 乘以三七 乘以三六 乘以三五 乘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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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乘四十 二除以三十六,乘以三十五 再約五 四一四 四九三十六 再約五 五二得十 五七三十 七約六 九九八十一 所以這個零多少 這個是多少呢 小R 這機率比較大,這樣沒有錯 所以是九分多少呢 九分之八十二 約等於九,九九八十一 所以大概等於九 所以大家應該選豬啦 約等於九